一天你醒来 你还没有确定 谁是谁 由莲恩尼迅主演的动作片《黑光行动》 以360万美金位居第五名 漫威超级英雄电影《蜘蛛人无家日》 以720万美金跌到第四名 美国国内票房累积达到7亿5900万美金 在情人节前戏上映的爱情喜剧片《娶我吧》 以800万美金位居第三名 实境喜剧电影《无理取闹4》 以810万美金跌到第二名 最后恭喜由肯尼斯·布莱娜 指导的推理惊悚片《尼罗河谋杀案》 首周上映 以1280万美金登上票房冠军宝座 东西文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导